南马都逼近 受到环流影响 福建浙江沿岸地区都有暴雨 其中是浙江的安吉 洪水淹浸了一条通往杭州的国道 令到交通中断 洪水水深及湿 水流也好喘急 有汽车死火被困 消防车想上前救援也受阻 另外有多格的旅游巴 也被困 在福建的泉州 风力达到每小时60至70公里 加上正值天文大潮 海边挂起了7米的大浪 400多艘渔船 一早就回港避风 当局也派官兵协助渔民 搬运渔获上岸 以防变坏 减少损失 福建对台的客运也要全部停船 中央汽转台就预计 南马都将会在福建的中南部沿海登陆 目前南马都的风力虽然减弱 不过移动速度就缓慢 古的环流会继续为福建 浙江一带带来强江雨 沿海地区会挂起大浪 至于南马都早前催袭台湾期间 也都为当地带来暴雨 引发山泥倾射 受到环流持续影响 台湾的广泛地区仍然会下暴雨 多处水浸 中央汽转台湾期间